常常很多東西你這樣看就是眼睛 第一眼就是看它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就是這樣 這是在台南的那個 鹽水溪那個地方 你去看就這麼漂亮 可是它的故事是什麼 我去後面我來之後說 其實鹽水溪以前在南部叫做 台語叫惡紅奶奶 就是它整個 其實在台南來講以前海是到四驅的喔 那個整個海 那個所謂的海水是到現在台南四驅 台南市政府 舊的市政府那邊 甚至於更遠還可以通過新華上面去 可以走出來 然後 對啊以前 每天以前我住台南 然後就在那邊看 就在那邊看船拍船 你其實對歷史都不是很了解 不管是因為工作 然後這個 跟那個流域在那裡 然後去哪裡 去那個 麻豆的那個地方 去發現這個 這是大概1800年前的那個 那個整個古牌 就那個 這邊是什麼 這 找到這個古牌之後 它其實它在裡面 那邊是一個 舊的麻豆 就是以前的船 是被開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 因為有馬 所以旁邊就有聚落 人就會因為打得比較熱鬧 然後就有那個小的聚落在那裡 然後找出來的 這已經差不多八百多年了 突然 它有它的歷史在這個地方 齁 齁 然後再往上面 你看 焰石器的上面 它這個 你看到很漂亮 好 整個焰石器要八百多年 就是我們一直下去 然後這就是上面那個 那個天然月時間的地方 然後 你看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 這個本 這邊有一個小的 一個油的中心 然後到後面 它居然說這個地方 你看這麼漂亮的一個景 然後它要設那個所謂的 南區的那個所謂的廢棄物中心 什麼叫廢棄物中心 什麼叫廢棄物中心 就是說 在南部那些工業的 比較 比較 工業的 不是我們一般家裡的 就那種工業生產出量 比較 有毒的 像之前的廢棄物業的東西 它就想把它丟到這邊 在官方的印象 你沒在我地方就出去包著 對 可是你 你平常心講 光跟照片 它漂亮 很漂亮 你居然是把它給當作 廢棄物票丟的地方 所以當我一次說 當一個地點你看到之後 你第一眼就像 我別人剛才講廢棄物館 好漂亮 你一句話 等到再聽你 原來它有這樣的歷史 再不然它要被拆 是不是 就從你眼睛看到 你開始想 它有不同的東西 那當你開始 要一直都沒有照 往外講 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去 書籤的地方 它有多美 然後 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你面子什麼 就是一個 但是你起碼 你知道這些東西 你哪有要求 那我常常在講說 比如說寫語 就是 不是說不好 可是它有點就是看到 看到第一個變得怎麼樣 就是看到那個表面 哇 塞納的 然後有很多 很多小船 然後旁邊有那個 什麼咖啡座這樣 就是 這個當然是很 很好的一個 很美好的一個邏輯 可是如果說 你只是蠢慌慌的話 那當然沒有 那這其實我這樣講 大家都會想 可是再深一層 它的故事是什麼 然後它下面 不知道是怎樣 這個就是你 開始要去 不管說去拜訪 去採訪 或去 要說採訪 去問人一些 一些比較深入的東西 然後我正舉 舉一個故事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 後面你在看的 都不是我工作人 都不是我工作人 都是你自己去玩 去玩 那我就 就是我剛才跟妳講說 玩 去旅遊 不是說只有電流 然後也不要好像說 你一出門 帶著工具就說 我要去採訪 去採訪 一個專業的人 其實在玩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去探訪很多的事情 但是妳要來其實就是說 可能會比較 你說浪費時間的 因為 你必須要去花一點時間 就是說去問人家 或者 你特別去找什麼樣的東西 你才可以回來去寫 寫一篇 或者呈現一篇 你所謂的 不要說報導 就是說 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優質 然後我就用照片給大家看 這到日本 就是跟著團去日本 然後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 不過他也是一個 比較有主義的一個專業 然後我就想說 日本的水 他們對於水的 他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在那個 浸江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整個都是貴的 一般你看我們剛剛 我們看到這腳 哇還有那樣的 那樣的風味 否則你看到現在的 看到現在的馬圖 大概是游泳在那裡 可是這個地方看 他們就保持 保持這樣的這種 以前的土壯 然後他的旁邊的土壯 太不熟 太不想熟米花 然後真的很有趣 就是一片跟這森的無味 無味甜 然後這個跟迷宮一樣 然後這個像其實照理講 也可以開發成一個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意思 在那個 這出去就是那個 琵琶 然後他們的居民 就保持到那個 一個風貌 然後到旁邊 他必用這樣來出來 觀光的 或者 就是說 他們有他們的 跟這個團制的一個共生 共生琵琶 你去寫出來 其實就很值得 我們台灣去見景去看 然後這是他們的一些 不是 那個 那個 那個提案的設施 你看 縱使他必須要做 縱使他必須要去做那個水融化 可是你看他們 他是做什麼 像台灣也不能在學 因為你看以前我們那個 所謂 你看那一般 一般城市裡面就是什麼 就是水融 是不是就是水融 然後為什麼 水融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如果是新的話 那種非常刺 白色的水融 像這樣講 太陽照下去 你看是非常 反射度非常高 是很刺眼 就是說 視覺上的 第二個 他不可能再去長 那個人的長 甚至於講句 人的另外 你下面有一隻 青蛙像往上跳 都掉了上 你看那個壁 那麼滑那麼垂直 可是你看人家慢慢 然後 忠實也是做了所有的這種 水融色的東西 可是他 基本上他是 他是一小 一小班一小班 什麼去練習 然後做這樣會請出 然後 對啊 你看他不然會有這種 小步道 讓人可以走 其實這都是一些 不管是城市的理學 或者 那你這個東西其實 你這樣去排 其實他就可以 反而不管是不是我們 你真的可以去借鑒 去思考 你看我們這邊的那個 所有的水均 你根本是下不去的 你就點多只能在上面看 那今天不會這樣看 那底部就水狗 可是你看人家就不死了 他上面當然也有老米 可他下面他還是會留這一塊 那最主要是在 你在日本的話 因為他的那個所有的 地下污水管 接水管是不太好 說他這邊進去的水 基本上不乾淨的水 因為不是湊水管 那我們這邊講的是他 那個 最近中和 有注重我們那個 那個瓦瑤坑 是不是一直要跳到城市 一直想到城市 可是你如果那個 中和的那個污水 白水管 不把他給你添加的話 你光排進去的污水 你就只能夠整個地方 誰敢靠近那裡 是不是現在還是很吵 對啊 所以 我覺得可以慢慢來 但是這樣慢慢來的時候 其實 不管說透過你的 照片或者敘述 其實你跟你跟我們 這邊也不可以 做什麼 正知好不好 這邊該怎麼做 這邊該怎麼做 是不是 有這種可能 讓人覺得很舒服的一個 一個感覺 紅色紅色 這可能應該沒有 會坐在那個錯的 或前面去乾淨 可是不是說 就我們就沒有救了 是說 當有一些東西 好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可以去 咻 那 最後在這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可以拍 漂亮的東西嗎 哇 我覺得那個會比較是 我們該講說的 浮面的東西 它的意義在哪裡 然後我為什麼 去拍這樣的照片 我不是要告訴你說 啊資本人蠻好漂亮 一個人在乾淨 是 我要告訴你說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能坐在那邊看洗手 是不是 所以 不管是你通過照片去拍 或等等的時候 其實有你心裡想要去表達的東西 不是單純 我們像出去玩 就是啊 楓葉好漂亮就開楓葉 那個是一個 美麗的層次而已 那是不是這樣的美麗的東西 其實 它有它變成的儀式 你可以回來 分享給大家 那你那一篇文章 或那一張照片 它就會有大意義在 好 然後這是 日本 日本它 就我們剛才講 它是一般的水牌 它其他水牌都會有什麼類的東西 他們叫 冥水 冥水白雪 什麼是冥水白雪 叫他們出水的地方 就是我們怎麼講的泳泉啊 或者那些所謂的水的雲頭 然後他們會去做什麼事情 驗水質 然後又有水質之後 會去評評 不管是水質 不管是他那個 那個水質 那樣的 評評 然後 在日本選一百零的地方 然後每年 我不知道大概幾百塊 去重新選擇 然後這樣東西就有一個福利 然後每個人為他寄進那一百零 就開始人正選完 就開始了 大家都去保護這個水 然後 然後 然後評審如果是很在意他的自然 自然的成績 每個人就不敢去那邊 導他一個什麼太過的工夫 或者那個 你看這個叫 他是在 好像在哪一個 在哪一個 他水就從這邊上面流下 你看我剛剛講老闆 這不是最近的歌嗎 我們講的 至少一百多年 然後可能這上面有住人 或什麼生物這樣 所以可以一個小火 這有這些 他找了很多地方 會去看那個小火箱 其實 喔 水的源頭 然後就一個小的火箱 其實 他也沒有做什麼 那些什麼水的設置 都沒有 可是讓你就覺得 你知道那種感人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樣 然後 這個更有趣 這條新聞什麼 這是一個叫茶桌 叫茶桌 如果在我們台灣找 就旁邊就 就蓋 蓋很多的那些什麼 什麼咖啡 但是 可是我覺得 你真的平常跟你講 你知道嗎 我就常常拿這張去給你 這是有一 有一觀念 就是說 人家怎麼去 去玩 用玩 人家怎麼去玩他們 這是可以拿走的 這是可以搬走的 他除了做這個步道之外 你油會 當然可以做在裏面的東西 但是他不會給你吃那些油 那些什麼 什麼 串燒啊 什麼一些油的東西 就是茶 跟簡單的茶點 然後 就是這些下雨面的話 平常的時候 他是有時候知道哪種 然後比如說這個是 禮拜六用的時候 握什麼 這樣 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比如一個人多少錢 然後四個人就坐在上面 河水 然後又停車就洗了 然後你再去回想 我們這邊 對於瀉亂 完環 到時候 到時候 不是說不好 就是說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是有它的層次的差距 那 我還是要講這句話 我不是要去拍一個地方 一個漂亮的照 我真的很想說 你這張照片 它能傳達什麼 所以 你懂這意思嗎 就是說 當你去就要去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絕對不是眼睛一絲 看到那個眼睛 當你發現自己一直沒有查出 這查出是會什麼 上面設定的時候 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意義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 你沒有感覺跟你來講的 或者說 我們講說 環境星座裡面 可能做到的 意義的那個產品 這不是只在 單純描述的眼睛 就是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那個我講的琵琶 那個 那個禁將那釣湯 就是那個 那個船長 那種景真的是 太自然 太漂亮了 那真的很漂亮 然後 就乘客嘛 就是坐在這上面 然後一個人有幾百隻 就帶著你這樣 整個這部門都在裡面去 做一種房子 然後 那櫻花的什麼 櫻花的這個 櫻花的這個 就說 我覺得說 其實 日本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有趣 就是說 請你去看它 其實 它 它也不是說 就是我們在講 整個那麼美好 可是我覺得它很舒服 就是說 它很懂得把一個東西 放大 就是這個東西 我要賣你這個美跟零件的時候 我就不會知道 我怎麼去把它放大 那我們台灣就是 有時候就是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說 你去看很多 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它本質很漂亮 其實它可以 創作一種意境 那其實現在 現在人家長在那裡 買東西就是 實際本身的東西 不值錢 重要是那個情分 那個氣氛跟那個意境 跟那種感覺 那個才自己 那問題我們常常是 把這種氣氛這種感覺 給破壞掉 然後 然後 然後去賣那些人 這麼瘦 那人家不是的 他就很懂 你說怎麼去 怎麼去那個 你看他 他們那很多店 都搭 他其實都到這邊去玩 他甚至於臉拍照的地方 他就換一個人講 寫一個攝影點 就告訴說 你來這邊站著 他最漂亮 他就在那裡 他就在那裡 你來看 他就能夠 那些人